我现在陕西安康 这是安康市中心 这条路是 新银安东路 周边建设特别烦了 也是汉兵区 最中心的位置了 前方就是安康的体育场 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好多卖苹果的 这条街 卖水果的很多 有苹果有西瓜 还有那个李子 可能都是当地的特产 还有卖菜的 安康市建设也不错 这个路修的 有非机动车道 新安门 这个建设有点像城楼 从这往上走 就是安康的市中医院 都是 核心位置 这个城楼应该也非常有年代了 比较老了 高楼都盖满了 从这就直走到汉江边了 前面就是体育馆 那前面有超大的一个广场 叫做荆州广场 今天还在下雨呢 闷热闷热的 看看周边环境 那边是市中医院 这个周边都是这个小区房 那边是荆州康城 这边也是小区 体育馆就在后面了 你像举办什么重大的这个赛事啊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的 这也是安康市最大的体育馆了 安康市体育场 建于2006年 总投资 6477.62万元 总占地面积 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22708.44平方米 他是把前面这个广场都算这呢 这几栋小区非常的显眼 每到过年啊 这里应该是非常热闹的 你像放什么烟花之类的 摆摊啊 放风筝啊 应该都是集中在这里了 这个体育场可以举办 小型体育文化赛事活动演出啊 你像足球 跳高 跳远 还有标枪 广场舞之类的 羽毛球 乒乓球啊 篮球 像一个火炬的形状 这个周边的房价贵不贵啊 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安康的市中心啊 像前面这 还有一个奥运五环 本来想在这里给大家航拍一下 结果显示的是进飞区啊 大家看左上角这里 这里好像有那个航线的 这安康市都不能飞 一直到大同镇了 这红线之内的都不能飞 我现在位置是在这里 这个这个 蓝点这里飞不了 飞机刚拿出来啊 遥控看了一下 显示的是进飞区啊 这个地方 这上面好像是有那个 飞机的航线的 因为安康这有一个机场 好像也是刚开通不久 体育场的最右侧 这里是 休闲娱乐区啊 好多大学生在这里打篮球 都有两三个篮球场 后面那边是乒乓球区 但是现在没人打 上那个城墙上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还好没有太阳 要不然会非常的热 感觉待会要下雨的 非常闷热现在 这一个小卖布 卖水的 上来了 这个城墙还是蛮长的呀 上面是不是可以骑自行车 游览 晚上这个灯笼应该都会亮的 从这里过去 这个中间 这个楼就两层啊 这边有师傅他们在打牌 这个是什么牌 看一下 看一下 第一次见这种长牌啊 这个城墙一直通到市中医院那里了 城墙两边都是扯道啊 那边也是 跟这边建设都是一样的 快速看到 对面这都是老小区了吧 坊上都爬满了爬上虎 哇一排竹子 橘黄色的小花 橘黄色的小花 从城楼那个位置到这里大约有 四到五百米了 安康市啊 下斜一个区 八个县 还有一个县级市 好像有一个巡洋市啊 刚是从 县城升上来的 我发现咱安康人民啊 都喜欢骑这个摩托车 昨天下火车 第一眼就看到 大批的摩托车 两边的街道就白满满的呀 他们这边好像没有共享单车 有一个永安行我昨天看到了 还是电动的 没有那个什么 咱们大城市建的 美团啊 或者千菊 哈罗之类的 上这个天桥给大家环视一圈 这也是一个环形的天桥啊 安康市中心医院 也是一个繁华地段 这边是一个购物超市 万有 从这往下走啊 也是市中心了 这块都是市中心啊 这条路是巴山东路 一边两车道的 今天雾蒙蒙的 看着不是很通透 漏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哇 这个医院前面 停了好多车 看一下后面 这是党校路 哇 一眼望去全都是小区啊 小区高楼 哇什么情况 哈哈哈 哦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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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